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移民潮不僅是在現實世界當中發生 就連虛擬世界都爆發了一個全球性的移民潮 網民紛紛聲言 說要抵制諸西伯格的霸權 於是網絡上出現了兩大趨勢 在社交平台方面 Facebook用戶就紛紛轉向MIV的懷抱 至於這個即時通訊工具 很多WhatsApp用戶都決定要安裝Signal的軟件 現在在網絡世界上 MIV和Signal可以說是風頭一時無兩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抵制WhatsApp這件事上 香港人的反應是非常熱烈的 其中包括了享負盛名的黎青龍教授 連他都說要棄用WhatsApp 昨天 陳佩賢醫生在Facebook上放了一張截圖 這張截圖其實是他和黎青龍教授之間的對話 黎青龍教授就跟他說 說他即將會轉投Signal 因為有些人告訴他WhatsApp不再安全 陳醫生回覆他說 好呀 教授好潮 證明得到 科技的潮流是無分年齡 實際上大家能否擺脫得到朱西伯格的霸權 就是看今次 因為這次難得有兩大契機 促使到這一場 網絡移民潮出現 首先第一件事 這些科技霸權欺人太甚 這樣來租出現任總統特朗普 要將他以及他的支持者和他陣營的人禁言 禁止他的戶口 將他們停權 已經引來全球民眾的憤怒 因為這些就是剝削言論自由的表現 這已經觸怒了很多人 此外就是WhatsApp自己是自作業 竟然說要修改私隱條款 這個又說要修改 這個又說要修改 總之是修改 於是又激起了民眾的憤怒 在兩大因素加持下促成了這個 網絡移民潮出現 如果今次成功的話 當然能夠大大打擊得到科技霸權的氣炎 現在那些左膠左仔 一隻二隻就是非常興高采烈 因為好像 他們已經得到了天下 總之就要把那些異見人士趕絕 將他們禁言 滅聲 這樣就最適合他們 所以這次 全民大轉場 就是一種表態 就是要向這些科技霸權說不 實際我看到網絡上有些人說 Thermiv撞大後 他可能會是Facebook 到時又再轉會 實際這些網絡移民 成本就很低 最多就叫做 在手機上裝多一個Apps 浪費多少記憶體 最多就是付出多少的時間成本 要下載Apps 按多幾個按鈕申請 賬號 又不用錢 說他當然要按照申請 因為這次如果大家成功轉場 這個諸西伯格的王國就肯定是墮落的 他的股價 真的到其時 大家就可想而知會怎樣的情況 總之這次齊心就事成 最多就是保留Facebook一段時間 可能因為有些工作的需要 或者是做一些基本的溝通 讓別人找得到你 總之跟自己親密的朋友 那些飯腳 麻雀腳 聊天 轉用Signal 沒有所謂 反正都是聊 轉了平台就不停聊 只不過這是一種表態 一種態度 就是要向這些科企的霸權說不 這件事很重要 這也是作為民眾 每個人所能夠負擔得到的一分力量 千萬不要小看這份力量 所謂滴水穿石 人類一小步 地球一大步 大家只要每人各行一步 這一步就很大 可以踩死很多霸權 大家就不妨下載 比如說我們這樣 我們經過了兩三天的呼籲之後 在mev上面的專頁 就已經超過了5000位 亦有的關注 好多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大家是未曾申請mev的 或者未上去關注 記得在這條片的下方 找回那條連結 你按進去就可以關注了 多謝大家 我們在上面亦都談到不夜亦落乎 好了 至於有些益友問到 為何在這個mev平台上 找不到我們的影片 實情是因為mev 不是一個影音平台 它是一個社交平台 跟Facebook作競爭 不是跟Youtube作競爭 所以上面沒有影片 我先來澄清 因為我看到有些益友就問到 說回WhatsApp WhatsApp看到這樣的情況 那麼多人轉會 於是他們的母公司Facebook 昨天派了大中華區總裁梁又梅 為了近日的風波 發表了一條貼文來解話 但網民顯然不收貨 很多人把這段文字截圖 跟著是留言 即是擺明 你說的話他們是不相信 到底這位總裁是說什麼 他上面說了很大段的 總結是怎樣 精彩 他說這次他們更新私隱條款 本意 都是想提高私隱保障透明度 可惜溝通上有所不足 一些需要較深入說明的地方 就應該以更清晰的方法表達 希望以後就會做得更好 你說這些東西到底別人信不信呢 這就是一回事 但是至少可以反映得到 WhatsApp 或者叫做Facebook 都是同一回事 他們就很關注這件事 因為就算以往你說 禁止了很多人的帳戶 或者禁止了很多本地政要的 Facebook 一般這些人都不會走出來解話 說得你臭死吧 你用不用就罷就吧 以往都是用這種態度 這些叫做什麼呢 叫做碰大欺客 他就覺得 多你一個不多 少你一個不少 你沒什麼用 以往十幾年 他們的風格都是這樣的 說得你投訴 你也在喊大喊十 他都不理會你 現在為什麼會特地 出動到大中華區的總裁出來解話呢 當然擔心網絡移民潮 你說不是都沒有人相信 用不著整個人出來解話 你用不著聽網民的意見 一向你們都不聽 中意就封人家的戶口幾十天 三日七日 然後三十日 中意就說要刪除別人的圖片 又說別人違反了什麼 違反了什麼 什麼都是你說 那些網民就沒得辯解 你一向都是這樣操作 反正你都不重視 你都不珍視那些網民 別人自然是走的 實情這個職怨就已經很多年了 只不過以前一直沒有一個契機 大家一起轉場 現在難得你做到那麼誇張 那麼過份的時候 就已經是過了民眾的臨界點 實情很多人都沒有關係 只不過看不過眼 你做這些行為 你逼迫現任的總統 你修改那個私隱的條款 最後就拖了所有人下水 好了 現在大家都牽涉在內的時候 索性一拍兩散 你現在弄這些東西出來 叫做解話 解什麼話 告訴你 叫做阿崩叫狗 就越叫越走 你叫了回頭嗎 別人都忍了你很多年了 你都離譜了 好了 我們又看一篇報道 這篇報道就是2018年6月的時候 登了出來的 紐約時報的報道 這篇報道就說 Facebook 至少就跟四家的中國公司 共享數據 當時是跟哪四家公司 跟華為 聯想 OPPO 和TCL 分享部分用戶的數據 但是華為 當時協議已經中止了 至於另外那些又怎樣 你整個大中華區總裁出來 你不如回答一下這些更好 究竟你現在還有沒有跟中國公司共享數據 你回答這些 你才是到位的 你不要避重就輕的 說三說四 說到不著邊際 你現在到底還有沒有跟中國公司共享數據 現在很多網民在留言板上說 擔心自己的用戶的數據是被你送中 那你就應該解答別人的憂慮才是 不是說三說四都不知道說了什麼 都不是網民要關心的東西 你現在有還是沒有 現在我就不知道有沒有 反正他們曾經是有這樣做的 已經足夠讓別人對你的信任打了折扣 至於MIV又可不可信呢 MIV無所謂的 到他有一天大家揭發得到他不可信的時候就又走了 無所謂 這些網絡上就可以做游牧民族 現實世界就說不行 實情也不是 有些蒙古族到現在還在游牧 Facebook 時刻都打進中國市場 又曾經跟至少四家中國公司共享數據 已經足夠別人轉場的原因 這個移民潮 網絡的移民潮 不僅是在香港發生的 大家可以上去App Store 或者Google Play 你可以按去那些 先進的文明國家 比如說美國 美國還是現在 Signal和 MIV的排名很高 其中有一個國家就叫做土耳其 他們就發現到 他們本地的軟件有超過100萬的下載 用來取代WhatsApp 很多人就索性刪除 那些WhatsApp 那就可以反映出 別人的決心 就真的很強 也是反映到 別人忍了你很久 一定是有些東西不妥你 是不是 如果不是 為什麼會 整一個 本地的通訊軟件出來的時候 就會立刻爆紅 還要刪除你那個 當然是你那個是有問題 別人覺得為你侵犯了一些私隱的東西 那就刪除 或者別人看不慣你這樣 迫白的現任總統 就又刪除 老實說 香港人 為了工作需要 或者為了一般的通訊需要 迫著 留著WhatsApp在手機上 都無可口非 但是放多一個Signal 就不用錢 我也呼籲大家 你放了Signal 和MIV 沒所謂的幾十個Apps 放在手機上使用 當是備用也好 當是表態也好 因為這樣沒有什麼成本 你刪幾個字 何樂不為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